来关心中国大陆H7N9禽流感疫情 至今已经夺走了75条人命 今天深圳首次传出一名入境游客感染H7N9 对此台湾的机关署表示 目前还是H7N9禽流感疫情的高峰期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广东H7N9疫情扩大 深圳日前还发现 首例境外移入的入境旅客感染H7N9病例 一位6岁香港籍男童 1月28日从深圳出境赴香港后 当天晚上从香港抵达深圳时发高烧 经检验后确认感染H7N9 他只是当天去到香港 然后要再返回深圳的时候 被深圳的 在他们的边境管理的人员拦下来 检查感染H7N9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感染的 台湾机关署副署长周志浩分析 该民港同应该是在平日居住的深圳遭到感染 不过赴香港嫌后 有没有促使疫情传播 人待厘清 中国H7N9疫情持续拉警报 机关署资料显示 去年3月31日至今 共确认335例 其中75例死亡 疫情以浙江省广东省最为严重 我们预期这H7N9在中国大陆的发生的情形 除非采取很积极的动作 否则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或甚至是还会再长期存在 在中国大陆 每天约有5到7例H7N9确诊病例通报 台湾机关署强调 目前还是疫情的高峰期 而且研判这样的情况将维持一段时间 新航亚太电视林家伟张玉华 台湾台北报导 那就是